欢迎收看当时期 今天用豆腐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将豆腐切成小块 猪肉切成片 香菇切成片 大蒜排碎然后切的末 生姜切的末 小米酒切碎 平底锅油烧热爆豆腐煎一下 底面煎至金黄 外面切一切 两面煎至金黄 装饭备用 小碗里放适量的鸡精 番茄酱 生抽 蚝油 加一点食盐 白糖 清水 交云待用 砂锅烧热 放入食用油 倒入花肉 炒至变色 加入姜蒜 小米椒炒香 放香菇 翻炒一下 把豆腐放进去 把我调好的料汁 加上盖子 中火蒙十分钟 时间到 一道美味的香菇 砂锅豆腐就这样了 吃起来酸甜鲜香 抽紧下饭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的朋友 请帮忙 点赞 转发 评论 加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